Hello大家好 前两天在家的时候看乐乐的谢伯伯 开了一些散货的胶皮娃娃 然后我就火速在网上下单买了其中的三只 这三只好像都是同一个视频里面的 这一个是不鬼小分队 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好像是一个长得像米其林一样的娃 然后它是跟那个Alfer的联名 就是那个Unbox的那个小象联名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只小象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加上米其林身材的这个小象 超级搓我就觉得更胖了 更可爱了 我就喜欢飞飞的娃 这只在PTD买的是68 就包装很赶 它就是一个小象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塑料纸把它套起来 就这样一个盒子 就没有固定的 就这样甩了甩去 就是这种包装一看就是到的 但是我感觉它做工还是还可以 它真的好重 然后我今天就是抬它的手的时候 这里就刮到了这下面的这个切 衣服下面这里是被蹭掉的 所以这个质量还是 它是那种喷漆上去的 不是那种Softy的这种一体的烧制的 那这种是喷漆的 就是会刮下来的那种漆 所以做工还是跟Softy是有距离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下面一个也是 乐乐的谢伯伯那个视频里面的 是在咸鱼买的 这个应该是散货的 因为它是有盒子和卡的 是这个名字叫做 Rubador 是韩国娃娃 这个塑胶纸是靠这个小象的 然后装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一起了 就是这样的两只袜 我本来在某宝看到有 有一个这个粉色的这个娃也是散货的 然后没有盒子 只有一个这种标签 然后是129 纠结了好久没买 我觉得这个蓝色的很好看 然后后面在咸鱼看到了 有人在出这两只 然后就一起买了 挺便宜的 反正 之前买的应该也是散货来的 这样子的 我感觉这个印象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应该就是散货 应该就是那种代加工厂之类的 流出来的这种娃 其实我看有很多种颜色 有红大红色裙子什么的 可能是一代二代之类的 因为它这个版次的 就是反色绿色和粉色的 然后绿色自己也挺可爱的 就它们发型不一样 然后蓝色的这个 跟那个红色的那个 的发型是一样的 只是衣服是红色 那个红色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只 然后它是没有这个卡片的 底部是这样子 它们三个是有名字的 我看看啊 这个是Sally 这个是爱丽丝 这个是谁啊 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啊 而是两个人表情都不一样 这个是名嘴笑 这个是烈嘴笑的 是没有画的 然后我过段时间吧 然后喷一下 然后给它们用色粉上 上一下颜色 我就会很好看 就粉嫩嫩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们很大 所以我觉得超酷的 你看跟大象在那一起 也一样大 很大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